下載了然後把不要的多餘的那個日期列也刪掉了 然後呢也把日期也把它丟上來然後串接在一起 剩下來就是把這兩列這兩列分別把它刪除 OK那刪除的邏輯是這樣啦 我講過如果你現在假設你要刪的話 把這兩列一起刪 那將來當然你現在是刪的是三四這兩個 然後再來就六七 再來就九十有沒有 那理論上是三跟它的下一列 三的下一列 然後在六的下一列 那三跟六之間相差三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可以用一個 這個什麼 階層的話你可以跳三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現在三的是第三列 然後在第六列第九列 那這個地方其實也可以用一個step來做就可以了 OK那怎麼做待會來看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要刪的話呢 如果我現在把三四刪掉 那再來就三六七 可是你會發現從上面刪的話 按右鍵刪除的話 你會發現底下的六七喔 它會換位置 六七呢 如果你在三六七 那六七不就跑掉位置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將來是刪除列的話 記得喔 請你怎麼樣 從下面往上刪 為什麼呢 如果你下面往上刪 假設我今天喔我要刪的是這兩列 刪完之後再刪這兩列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刪這兩列 欸這邊不會動嘛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這是我想出來的方法 因為我以前就是被這個說苦 我刪掉它就跑掉跑掉 我要去算說它為什麼跑掉跑到哪邊去 所以喔 我還要再把那個數字再加加減減 後來我想到一個方法 就這個方法 倒過來刪 就沒問題了 OK所以喔 這個有時候喔 你還想說為什麼這樣做 我就跟你講 就我想出來的 這也沒有人教我喔 如果你以後看到別的書裡面有這樣寫喔 會不會大概是參考我的 我在想喔 因為只有我這樣寫 我看其他人書裡面不是這樣寫 因為其他人是怎麼寫的 其他人就是說 如果你刪掉多少對不對喔 然後呢 他就怎麼樣 再把那個刪掉的部分再減掉 就再去計算那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太複雜了 而且寫出來程式喔 相對的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想的方法 就相對簡單的方法 那怎麼寫喔 我先把這個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跑出來 其實程式就只有幾行 四行就搞定了 那怎麼寫喔 執行一下 全部跑完了 有沒有 全部三觀光了 OK 瞬間就完成這件事情 那怎麼做喔 我們一樣喔 把這個再跑一下 這第一步 第二步就刪除多餘列 第三步就是把那個日期複製過來 寬度大概可以自己調一下 其實可以寫個AutoFits喔 然後再來刪除的話呢 接下來第一步我剛剛講過 刪除的話請你怎麼樣 從倒過來刪 那怎麼倒過來刪 記得喔 縫回圈 第一個喔 你寫一個什麼 Sub刪除列 其實你這樣寫可以這樣寫啦 你就打一個Sub刪除列 Enter就可以了 它其實也會自動幫你跳出底下的刮虎跟EnterSub 再來的話倒過來怎麼倒過來喔 你打一個for forI等於什麼呢 最後一列的話你可以向下追蹤 我們前面寫過 Range 追蹤的話我從A1幫我向下追蹤 點什麼呢 點end 好 向下 哪一個方向 刮虎有沒有 向下XL 當 然後 向最下面一列 到 有沒有 這邊打個to 到哪一列呢 幫我刪 刪到喔 特別重要 你不要刪到最最上面去喔 大概就跑跑跑跑 跑到這邊就 就大概就 到這邊就OK了 到3 往上喔 應該是到4就停下來 這兩個刪掉就好了 你不要多於刪 刪太超過 那變成上面的也刪掉 所以呢 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 就是讓它跑到應該第3 後面記得喔 它間隔的話 我剛剛講喔 step step的話就間隔 間隔多少呢 間隔 負3 就往上3個 往上3個 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喔 先最下面 從哪個地方刪呢 從最下面這個 來幫我刪掉這兩個 這兩個刪完之後的話呢 在這兩個 在這兩個 有沒有 就step 有沒有這個 到這一個的距離就是三個嘛 step3 那就 怎麼刪這一個呢 基本上你可以寫 這一個的話 它的敘述就是 叫做這一列 Rose 刮虎 第i列 第i列的話意思是說 我就把目前最下面 901的這一個 幫我刪掉 那刪掉的話就後面加一個點 怎麼刪 delete OK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已經把這一列刪掉了 那它的下一列怎麼刪呢 其實喔 它的下一列呢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這個再複製一下 它的下一列的話呢 應該跟這樣 應該是上一列 那應該怎麼 把這個數字怎麼樣呢 它這個是901嘛 如果這個是多少 跟它相差多少 相差1嘛 所以怎麼樣 減1比較好 這個意思說 幫我把現在的這一列 先幫我把這一列刪掉喔 OK 然後再把這一列刪掉 然後呢 step-3 就一負3意思說 再幫我把它移動到這個 898 然後把這一列刪掉 再把這一列刪掉 再step-3 再跳到哪裡 跳到這裡 又間隔三個 那再把這兩個刪掉 以此類推 刪到 最後到3為止 第三的話 那我們一直 跑到哪裡呢 跑到這邊為止 跑到第三 應該 應該是跑到這邊才對 跑到4為止 4跟3 OK 所以這應該 正確的話 應該是step到4才對 OK 到這邊 然後把它刪除 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當然這個地方 它一下跑完 太快 我試一個中斷點 Ctrl向下 我們來看一下 按一個執行 那這個時候的話 最下面一列 剛剛901 OK 所以現在是901 把901刪掉 所以這一行901刪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901不見了 再來的話呢 901-1 就變900 900刪掉 OK 有沒有 這一列也刪掉了 然後再來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它要跳step step的話 這個時候898 898的話是這一個 有沒有 這一個 這個刪掉 它要往上 有沒有 再刪什麼呢 3月3號這一個 就是898-1 897刪掉 OK有沒有 那一時類推 底下就一樣 再分別把上面的刪除 再把上面刪除 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有沒有 那我這邊就不要中斷了 不中斷的話 把它點開來 就讓它全部跑完 這個時候的話 就大功告成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城市真的不多 就只有四行城市 但是效用非常大 以後我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到職場上面 你千萬不要傻傻地 自己在那邊手動 在那邊慢慢刪 因為我真的有看過 有人每天在那邊刪資料 用人工的方式在刪資料 我想說天啊 你這樣怎麼做得完 對不對 那當然你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利用一個回圈 就可以設定一個規則 就把那個規則找出來 很快的 就可以把你不要的列 給刪光光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四行城市如果你擔心寫不出來 其實雲端上的第幾頁 第六頁這邊也有 其實我寫出來就在這裡 一模一樣有沒有 這個是向下追蹤的列 OK 然後 Step4 Delete這兩個 OK 好 來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